感恩答額大師大佩 祝福敬萬里 ран嗎 仙佩菩薩 忍天服保菩薩 感恩女均同台長 感恩十方 Zap識中佛菩薩 簡識美衍 再紹一下 無ines 而在 2014 年 接觸到金田法人 當時主要是想幫助兒子念經 他是基因正加工業 他在儒kes 很病 卒訓病年級的時侯 儿子一个字都不认识 测试后发现他有读习障碍 一分钟只能念零一字 根本没办法上学 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念小房子的儿子 一波二十一章这样一直念给他 到二年级 突然在测试中一分钟会读到七十五字 在正常范围里面 老师也称奇 我念经以后 孩子现在还在零祖文学校 已经能读写 并用英语和华语跟别人交谈 真是非常感恩关系浮沙 二年七年二月 我叫弟弟和弟弟人们们去参加新加坡临山导会 他们在现场感受到浮沙的紫飞 回来就不吃肉了 现在弟弟们也准备到结婚 也就不请纯素宴了 你们以为生活对一直这样的人 我可以一直这样不紧不慢的念经之数 直到二年一七年的七月 我的病障爆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年七年七月十八日 我在家里突然发高烧脱水 当时只是以为单纯的感冒 去医院后 专家却跟我说我的血液报告 显示血绳很太低 白血绳太高 百分之九十是得了血癌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情天批病 医生说必须抽骨血绳 做这一步的化验 缺带白血病的类型 如果是大坏蛋就还有药可以医治 只能像白老神一样做实验性的治疗 如果是小坏蛋就还有药可以医治 而我的病情并不乐观 我听了脑子一片空白 所吸引的是我的病情 有师兄给了我很多资料 叫我赶紧去大院 于是我马上向菩萨许愿 放生两万五千条语 念小皇子八百章 今生今世学菩萨的大词大悲 救苦救难的精神 有一个救一个 如果能躲下来 一定献身说法 劝导人们信佛信心 终生释出菩萨生 因为第二天就要出菩萨 先生当天就马上赶去马来西亚 帮我放生五千条语 并在七月二十一日报告出来前 又帮我放生五千条语 希望能够在结果出来前 保留我的病毒药医治 这是先生在马来西亚 把我放生的情况 七月发布报告出来 确准我得了急性白血病 而心中的关心是小块蛋 还有药可理救治 确定要通过化疗和 骨髓移植来治疗 这是我被诊断急性白血病的报告 就在确诊的当天 我突然发高烧 浑身发口呼吸困难 情况非常危急 整个病房都挤满了医生和故事 我当时大马一片空白 以为自己就要这么走了 却在这个时候眼前看到 唐湘露的光心菩萨妈妈看着我 和另外一位佛法移立立的菩萨 对我撒干露 并在淋漓屋中 听到说我要受四十九难就过了 后来才知道佛法移立立的菩萨是佛陀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梦到过菩萨或坦长 更不要说是看到菩萨 但是在我病危的时候 菩萨却是真正的来救我了 真的非常感恩关心菩萨 谢谢 7月23日晚上 我在备婚一处的时候 看到床边都是男男女女的小孩子 我确定是我的药菊者 我更加坚定让念经房在 我生病后佛堂的师兄向我结圆了一百多张小房子 很多书不相识的师兄也来到医院看完 真的非常感恩师兄们的帮助 师兄们告诉我要尽量自己念小房子 至少要自己念多过节圆的 我知道我必须靠这几餐人王在 所以熬过最初的这几天五试之后 我就没有再要节圆的小房子 开始自己念小房子 高上几天多后 因为血小缓太低的原因 我身体开始出现血腥膨疹 皮肤科医生要从皮肤去检验 看是否是癌症准备 我一直求菩萨妈妈保佑 不要让几丢破散 感恩菩萨妈妈 癌症没有准备到皮肤 过了几天高烧停下来的 感染也少了 病情得到了控制 感恩菩萨妈妈十分保佑 我的化疗没有太多的痛苦 我既有精神就马上念功课的小房子 我在化疗期间 也坚持每天念寿四到七张小房子 因为在医院不能念经念得太晚 我每天早上我念起来 念到晚上六七点钟 师徒说什么人最有时间 躺在病床上的人 等我躺在病床上时 才体会到这句话 以前没时间读的白话和 白话和解放念寿的经文 现在都承认我的救护道场 承认我的精神指寸 关心菩萨导女儿 第一阶段化疗很成功 可以准备做护随医治准处 阿妞文 我和我哥哥都护随 8队DNA全部配队成功 是Full Match PNA 在亲兄弟姐妹里面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是感恩关心菩萨导女儿 这是我这个 跟我护随DNA配队的报告 经过第二阶段的化疗 我在10月14日开始移植化疗 也就是医生常说的原子弹化疗 因为移植手术要将体内的抗制细胞全部发行 就像经历一次原子弹爆发股神一样 是非常厉害的 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说这次会非常辛苦 可能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在移植手术开始前 医生对我说 我们有最好的医疗团队 但是对于手术我们只能有50%的把握 因为我们离不过感染 我问医生他另外有50%的医生说 失败菩萨 让菩萨保佑你的 听到这样的答案 我谁会传过了你 因为我有最好的医疗团队 也有关心菩萨 两个50%的我都能保佑 这是我这次的普遂移植的过程 我求菩萨妈妈让我见证其境 保佑我在这次的原子弹化疗里面 能够减少与过人面所说的痛苦 2017年10月25日 原子弹化疗的复作用和开车开始 5度50到8年不能禁止 全身乏力 共同维持10天左右 但是妈妈让我在整个 没有过度8年而感染情像 让我度过了最危险的一关 2013年1月25日 祝福学化院 雄菩萨保佑没有癌细胞或者转移 第二天结果出来都非常好 没有癌细胞 感恩欢心菩萨 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喜欢到没有白水病的残留 我许下的愿已经放生2-5千条 余病之奖 在一年的时间里 我自己念送了1,100多张小房子 其中有100多张是师兄们结缘的 现在又许了第二波800多张小房子 也已经念了300多张 我的先生一直支持我学活念经 但是却一直没有念经学活 在一路一般有抗癌的过程中 因为一起见证了关心菩萨 一次一次的闲化和慈悲重度 终于不得不相信活法的真实不虚 也开始念送功课的小房子 就在今年的1月28日 家里设了火台 在设火台当天 先生告诉我他许愿是否许的 现在这些年开始了 在法会做一功 因为难改 即使学活念经的前世的业力 依然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心灵法人的三大佛 法宝 没有关心菩萨的此非救助 要怎样念这么大人的话 现在菩萨给了最好的安排 让我能够诚心学活 诸心诸心 因为天灾有我 只有佛法才能 祝我们理不得乐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命经 还债 消灭 不要等到火爆现前才着急 我们班上付出的代价 就太大了 如有分享的不如你不如法 请发起大观观星菩萨 慈悲原谅 请荣天佛法菩萨原谅 请释放一些中国菩萨原谅 感谢南无法次到温宪国菩萨原谅 广告临看科区菩萨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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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十方一切经活菩萨原谅